今天是差不多3.40度的潮水 最高的时候就是说长线是随着潮水而来 又随着退潮而去 这是它的习性 昨天下了一月大雨 挂了夜风 我不知道对这个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过去看一下 马车到了 其实相对来讲 有些治安还是很好的 凌晨三点半左右的话 如果治安不好的话 你根本就不敢出来 我觉得相对来讲很好 但是那个新闻上老报道 到处都一样是医生 海边到了 静悄悄的 没什么人 这个纽约的治安相对来讲 还比较好 你想想 美国的 这个医生的医生的医生 比人口还多 当然了事情天天都有发生 相对来讲治安 说讲实话 治安不好 你赶3点半一个人跑海边来了 哪里还比较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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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 红蟹就要给它放生了 一般来讲你看它夹的是红的 这个是蓝蟹 这个是蓝色的 蓝蟹的腿是蓝的 红蟹的夹的是红色的 夹的是红的一块 你看它非常的软 螃蟹红了就可以吃了 一分努力一分收获